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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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打算从这里自走 旁边 QF Strauss 字幕志愿者 好像是什么 艺术品,等下门口好像有结束 刚才没注意看 那就是这位艺术家的作品 Yohannes Avramidis 就称为这个教堂的特色 在 正面路口的上方 没什么特别 这是教堂 这里没什么公共课 那教堂也没什么特别的特色 是室的教堂 也就是这里最大的教堂 它是建于 第13世纪 现在是 快要11点 这是Roth House 的旁边 前面是皇宫 Museum 11点 有一团可以进去 我现在 大概进去差不多了 这个广场叫做Market Krups 跟所有的欧洲的古城市 一样都有,中间有一个水池 刚才进去这个皇宫里面的Museum 他给我解释 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 那只有我一个人 那祥导一直带着我这样 解释我真的很感激 非常感激 这里是皇宫的右边侧面 皇宫的侧面在刚刚走过的那个广场就是这里 现在从这边 出来 不知道是叫什么Plats 这里叫Louis & Plats Louis & Plats 就是刚才他跟我解说 这个 曾经这里成组的 他的太太 看起来Darmstadt也是蛮热闹的 人群也是很多 逛逛客也不少 逛逛客也不少 现在我要走的方向是背着太阳 这一个是Ludwig 是这里 18世纪的城市 这里的电车也有用树木字 像这是7路 看来我设的E是EBIS E的E 现在走到这里就是EBIS这个接口 我设断也有点在旺 这一遍 这四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